词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音乐 嗨 这集要分享一个 超厉害、超有效、强而有力的一句 咒语 那这个咒语叫做 大白伞盖佛母肩甲咒 嗯 那它的正确念法以及 这个咒语的功效是什麽 那由莫子来介绍 这个咒语呢 它的念法、正确的念法是这样子 我念三遍给大家听看看 奉妈妈奉你所哈 这个咒语 是元朝的时候 传到 中国来的 元朝 元朝就是 唐宋元明清的那个元朝 元朝的时候传进来 这个咒语非常厉害 在讲这个咒语之前 先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在 天界 所谓天界就是 玉皇大帝在那个天界 那个叫做什么 南天门 本正就是天人的世界 然后 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 天主 也就是 玉皇大帝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正在为他们 讲法 讲到一半的时候 结果阿修罗来攻打那个天界 那天界就是手忙脚乱 想说怎么办 然后 释迦牟尼佛就跟那个 第四天说 我传你一个咒语 你一念了就没事了 然后他说 哪儿莫厉害 哪儿莫厉害 然后就传了他 也就是今天教大家念这个 很厉害的咒语 大白闪盖佛母 尖甲咒 这个大白闪盖佛母尖甲咒 第四天 就请他们的天兵天将一起念 一念下去 哇不得了 然后满天的护法 然后迅速降临 然后一下子就把那个 阿修罗全部都击退 然后退回去 然后那个第四天就知道说 哇 这个咒语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是一个小故事 这故事是真的 真的 这是一段 真实的故事 那 这个咒语传到中国之后 也广泛的在中国流传 然后在中途就流传开了 这个咒语 非常妙的地方是 它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叫做回遮 一个叫做满怨 回遮的意思就是 把一些不好的 能够弹回去 退回去 那遮就是能够挡住 抵挡 遮蔽的意思 这是回遮 那回遮的部分 我们先来聊一下 有关于回遮的部分 不管有什麽 邪师给你下咒语 像那个符咒 要去陷害你 或者你晚上做噩梦 或者有什麽灾难 什麽灾难都可以 天灾人祸 什麽灾难都可以 什麽灾难都可以 然后 或者你 受到一些干扰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的 干扰包括什麽 一般的 伪魂的干扰 或者是 妖魔鬼怪 或者是 天魔等等 心魔 天魔 什麽魔都可以 念这个咒 全部都能够 把它弹回去 能够遮蔽 所以能够抵挡 所以这个咒语非常厉害 这个就是回遮的用处 回遮不只是灾难 连疾病都可以 他是说 除非你已经 寿命到达了 那个时间到了 不然 你身上即使有恶疾 凶悍的这种疾病 然后念这个咒语 照样能够退病 所以 鼻子过敏也可以念 当然可以 什麽都可以念 只要疾病也可以念 所以可以自白病 对 那手破皮呢 手破皮 他可能会快点好了 哈哈哈哈 刚刚说了 回遮就很厉害 嗯 那其实他 对于满愿来说 应该对各位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功效 嗯 他什麽愿都可以满愿 你要得 成就 你要求子 求婚姻 然后求财 然后求 各种 想得到的愿望 你只要能讲得出来 你求然后念这个咒语 都能够满愿 因为他就有 满一切愿的功效 嗯 什麽愿都可以吗 什麽愿只要是好的就可以 好的就可以 那坏的呢 坏的 坏的 永天护法也不会给你去实行 会不会反的 给你一些 考验 有可能 因为 这个发愿是发好的愿 对呀 所以 这个回遮跟满愿就能满足大家基本上很多的 需要 所以这个 恐惧的时候可以念 恐惧的时候可以念 想心想事成的时候就可以念 对 没错 那这个咒语 哇有两个功效 之前我们比较强调说这个咒语 它回遮的这个效果 比较少讲 它满愿的效果 其实 大家如果要 显化丰盛 显化你想要的 配合这个咒语 就很有效 嗯 这个咒语在念的时候如果你要 挽怨的话 那你就轻松的念就可以 哄妈妈哄你说哈 哄妈妈哄你说哈 轻松的念就可以 但是你要回遮的时候因为 这个咒语里面那个哄字 是具有 回遮反弹的那个力量最强的一个字 所以当你念到那个哄字的时候要稍微出点力 这个我最会 哄妈妈哄你说哈 你现在这么激动 也不用这么激动 稍微出点力就可以 对 就像这样 哄妈妈哄你说哈 哄妈妈哄你说哈 凶一点 哄妈妈哄你说哈 哄妈妈哄你说哈 从丹田这样冲出来 哄 哄 哄那里面 所以是哄内说哈 还是哄你说哈 哄你说 没有那是哄你说哈 也有念成哄内说哈 其实都可以 但是 我们就教比较正统的念法 就念哄你说哈 所以这个咒语可以满大家的一切愿望 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那这个咒语有不能用的时候吗 因为这个咒语 就有反弹的作用 也就是说 当然有一些 灵体 靠近你 然后你 念这个咒语的时候 会有反弹的作用 会把它弹开 比如说我们经过坟墓啊 什么 我们很害怕 那这个咒语就拼命大声念了 那其实 很多 孤魂野鬼啊 会被你 弹走 那会不舒服 或者受伤等等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 轻轻的念 是可以的 用来遮挡 不要去把人家用力弹走 我们如果经过坟墓 你突然觉得阴风阵阵很害怕 那你就 哄妈妈 哄你所好 哄妈妈 哄你所好 就这样轻轻的念就好了 你不要把那个威力弹出去 然后让别人受伤这样 你只要保护你自己就好了 不然这就有点像在 物质世界里拿刀铜人是吗 有这麽严重吗 这就有点像 你走在路上 然后 满满的都是人的情况下 然后你挥拳乱 乱打这样子 乱打乱拆这样 对因为一堆人被你猫到这样 猫到 那不会那个 有人被猫到然后反击 反击不了啊 因为你一直在那裡猫 一直在那裡猫 你一直念嘛 然后他也哭不来 所以假设说 可能有一个灵体 他是故意要攻击你 那能念这个 哄妈妈哄你所好 那可能会把他的攻击 反弹给他吗 对没错 那这样我会有业力吗 不会啊 不会有业力 不会 这就像自我防卫 对这自我防卫 没有业力 但是如果是故意拿这个去攻击 无辜的灵体 那可能就 会有业 对没错 对啊 所以还是出发点 出发点要正确 这个很可以拿来保护 就保护自己这样子 对啊 这个超有效 就恐惧的时候念就对了 对啊 做噩梦也有效 做噩梦也有效 对 那是不是跟别人吵架有不顺心的事也可以念 也可以念啊 这真的超好用的 超好 反正大家恐惧的时候 或是受到伤害的时候 念就对了 这句超有效 嗯 这是一个无敌大法宝 赞 那念一次就有效吗 还是要常常念 要念几次啊 你可以一直念 最少念个七次 因为他 咒语很短 才七个字 所以 就念个七遍 这样子 也不多 哦 以七为单位 然后去念 那会不会有人 很心肠很好 就可能 他很善良 但是可能有 灵体想要攻击他 或有坏人想要攻击他 但是 他又怕说 我念这个 哄妈妈哄内作哗 会不会那个 对方的攻击 就会反弹到他自己 那对方会受伤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 有轻轻的念 轻轻的念 用来保护自己 哦 所以轻轻的念就有 防护罩的效果 对 哦 那大声的念就有 反弹的效果 对 那这个咒语 还可以用来加持水 就你一杯水 如果对方有 生病啊 或有疾病啊 你对着水去念 这个咒语 念越多越好 然后那杯水就有 这个咒语的咒力 然后这时候这个水啊 给对方喝 不管他是有疾病啊 或者有干扰 残身啊 等等这些问题 然后你都可以藉由这个咒语的 咒加持过的水 然后给对方喝 自己也可以喝 所以念大声或念小声 就是顺其自然 就如果只是轻微的 被干扰 那就可能 轻轻念没关係 就防护一下 那就没事 那可能如果很严重的恐惧 非常的恐惧 但是可能就 轰把能不能不能って說 就没事了 如果万一不方便念出来的话 在心裡面念也是可以 心裡念也可以 不一定要念出来 不一定要念出来 所以这个咒语非常有效 那这个咒语可以消除业力吗? 这个咒语没办法消除业力 你该瘦的还是会瘦 但是 譬如说这样子好了 因为这个咒语本身 但是他有佛菩萨的愿力 那我们有讲过因缘果嘛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缘 一个善缘 那你念的时候 你原本会生病 那是一个业 那但是你念这个咒语 它就是用来化解这个疾病的话 那个病就会变轻了 然后就或者就见了 就是因缘果 就是这个缘分 就会跟你原来的那个因的路线 就受到影响 然后果也会变成弱点这样子 所以他不是说念一念 消夜就不见了 消夜障是另外的咒语 这咒语并不是用来消夜的 我们好像有在某一集有分享 对 大家可以搜寻 说声子验咒语 应该就有 另一集就有分享 那所以这个 大白散盖佛母肩甲咒 可以帮别人念吗 可以,没问题 可以 也可以帮对方挡掉 可以 这样喔 也可以帮对方心想事成 也可以 语可以 嗯 这么神奇 这么神奇 就是这么神奇 没有问题喔 那可以用这个咒语 念出来给全世界吗 帮全世界念 或全语咒念 嘿嘿嘿 可以啊 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 也有效 也有效啊 这样喔 就把你的这个咒力 分享给大家 诶,那大家都会念起来 但是这个咒语 要去设定好 设定好 就是你用来回遮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念的 比较大声啊等等 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去回向 我们有时候念咒念完 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嘛 回向是什麽意思 回向就是 把我们念咒语的功德 送给所有的众生的意思 哦哦哦 如果用来满怨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来回向 用来回遮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回向 反而那个抵挡 或者反弹的力量 会弹到很多不必要的 哦哦 这样喔 对 没错 是说要分开吗 要分开 你出发点是什麽 你先想好 然后你再念 比如说 我现在要满怨 那你可以自己提示一下说 嗯 我要满什麽什麽怨 然后所以就念这个咒语 然后或者说 我现在要回遮 我现在受到干扰了 我要念这个咒语 那这个念完你就不要回向了 嗯 那如果念满怨的话 念完你就可以 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你就可以念说 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 解脱三界苦 揭发菩提心 类似这种回向剂啊 就都可以念 嗯 耶 所以就不能 我现在要回着跟满怨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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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呵呵呵呵 这么贪心 这么贪心 分开来一样就好了 好 应该没有什麽其他的问题了 自己分享了一个超级无敌秘迹 这是秘迹 对 这是无敌秘迹 无敌秘迹哟 呵呵 大家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嗯 这个咒语非常的实用 嗯 赞 好啦 那这集就结束了 嗯 分享结束了 掰掰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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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